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忽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类似于枯井的东西 只不过这个井里流的不是水 它是岩浆 兄弟们皮酷套棉酷它必定有缘故啊 平时我这个人啊 他就是喜欢探索 更何况今天遇到这种看似不凡的东西 我吃上一颗金苹果 我今天说啥也要下去探索 探索之前先说一下今天的小目标 那就是金沙漠眼龙制作龙真 喜欢本集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关注和点赞 点赞破五个 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好吧 下来之后果不其然 如此诡异的一个建筑 那必定是怪物连连 刚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是不是有只金银怪啊 这个头怎么这么大 再次确诊好像确实是一只金银怪 来兄弟们给他拿个小走位 我的无敌弓在手啊 根本就不怕他们 没有什么厉害的怪 全都是一箭秒 上期视频有粉丝问我 问我的这个心 为什么有钻石形态的心 这个是我大意了啊 我忘了给兄弟们介绍了 我们每挖掉一个刷板龙 都会掉落一颗空白之心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空白之心呢 加上一些别的东西 就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心 而我制作的这个钻石之心 好像应该大概是 国家防护的吧 也就是说 我可能会变得很抗凑 之前得到了好多钻石块 在家里制作呢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行了 年轨正传 继续探索这个地牢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啊 地牢一共分四个方向 东南西北四通八达 刚开始我真觉得 这个地方没有啥 我还考虑呢 要不要继续探索 然后我这四周一看 还有个宝箱 就这 给一块铁定兄弟们 当时咱就说一实话 我更没有探索的信心呢 可是咱就说来都来了 他这个地方有四个方向 咱们怎么着抓住一个地方 给他探索一下也行啊 就这样 随便找了一个口 我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仍然还是这种结构 就凭这几个小怪 肯定是挡不住我 哎 你说巧不巧 说话间又来了一只精英怪 这不就是给我送经验吗 就这样 我在这里一番嘎嘎乱杀之后 兄弟们注意我的经验 等级700级 与此同时呢 我也是发现了第一批宝藏 为什么这次我说宝藏 那肯定是不一样 我都没有想到 一把钻石稿 居然可以拥有一个 抗龙有毁的属性 一把铁稿 还有银眼修补 一个帽子 还有光环力量 哇迪嘛 这些属性简直就是绝绝子啊 这也太是那个了吧 当时我就感觉 多多少少有点上头 看到了吧 一把铁稿 还有锦上天花三的效果 可是你们不要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啊 仍然是继续往里走 这宝贝 真的是一处接着一处啊 木桶围着黄金块 就这个搭配兄弟们 一看就不简单 赶紧整理一下背包 今天不得不说 又是我发财的一天啊 兄弟们 打开木桶看一下 这些木桶呢 没有属性特别好的装备 但是钻石和黄金 那又是一大堆 就想出来找个翘翅 没想到一不小心 又搞了一背包物资回去 多多少少有点内疚啊 兄弟们 天天这么白嫖 它真的好吗 来吧 最后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看上了这帮怪物的宿舍 就连睡觉的地方 它也不简单 兄弟们 刚才经验修补的铁帽子 得到了 甚至我还在这里的木桶里 开出了一把破小属性的铁稿子 最后总结一下 一个方向 三处宝藏 那么这个地牢 分为四个方向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里可能就会有 十二处宝藏 只不过呢 今天的背包确实是满了 再加上再多的黄金和钻石 说实话 我也没啥必要了 于是我就决定 达到恢复 这次外出 得到了这么多宝贝 我觉得最有用的啊 当然是属于经验修补 现在我的这身装备 只有我的头盔 有一个经验修补 我准备把剩下的三件 都给它砸上 这样呢 我们在以后的战斗中 就不用再担心 装备损坏了 完事之后 来到下界 对付孟有龙 还没有练艳粉呢 渐渐在那搞一些 一切准备丢去以后 我利用两天的时间 找到了墨地传送门的位置 挖起来一看 我底码 还是一条地下河 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不准备在线下挖了 四周转一转 没准就碰到了 果然是机智如我 也就用了一会儿功夫 我就找到了要塞 可是咱就说兄弟们 这种要塞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进来之后 一点都不撒谎 就跟走迷宫一样 你再看一下 人家这里边的装潢 那简直就是富丽堂皇 你们再看这周围兄弟们 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出入口 而且你从每个口进去之后 会发现有好多扇门 总之绕来绕去 有门的地方那肯定是有房间 有房间的地方 那就肯定有宝箱 像这种破木桶 我都见怪不怪了 因为在这个要塞中 全都是这样的木桶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其实就想说一点 要想找到末地传送门 那是真的难呀 接下来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是如何找到末地传送门的 来镜头一转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图书馆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在这里探索了有20分钟了 就在这时一只坦克僵尸 和一只精英怪过来袭击我 一件一个很快就解决了 然而就在此时啊 你说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 前方还有一只精英怪 可是咱就说 这个精英怪它这个反甲 一下就把我给烦死了 复活之后再回来 你还别说多亏了这只精英怪 我这一看兄弟们 这不就是末地传送门吗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找了20分钟没找到 等我再回来 居然走了两步段 我就找到了 那还等啥呀兄弟们 干翻 没有龙 其实在无限生存中 这个末影龙还是很好对付的啊 像我现在拥有这么一把神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是出不了什么意外 原地不动 直接把末影水晶给它干掉 没办法 无敌功实在是太强了兄弟们 即便是末影水晶被战兰给围住 我也可以一箭拿下 现在我的头盔 拥有了末影面纱 小黑不可能拿我咋地 就这种末影僵尸 真的是非常非常烦 你不遇到精英怪还好 万一遇到精英怪 给你搞个背后投袭 我跟你说不死都算你名单 趁着末影龙落下这会儿 咱们赶紧给它清理水晶 兄弟们 鉴无虚发呀 水晶清理的差不多了 我们利用抓钩来到高处 因为底下的末影僵尸 实在是太多了 来到高处怎么说 直接来个自由落体 哎 这不就站住了吗 站在这里打末影龙 我只能说是安全又安全 简单给大家做个演示吧 末影龙在我的无敌功面前 简直就是毫无还手之力 对我的攻击方式也只有一种 那就是龙吸 兄弟们 你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末影龙 会如此之逊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多啰嗦了 打到最后 我也是超勇的 上面打完了 我来下面打 在这里呢 兄弟们注意一下啊 末影龙吐的这个龙吸 我居然是可以用剑 给它射爆的 你感谢 最后就送末影龙 灰溪吧 刚才这一波我也没太看清啊 不知道打死梅影龙之后 掉没掉龙灵啊 兄弟们 反正我在这里找了一圈啊 好像没有找到龙灵 但是我好像刚才又看到了龙灵 反正最后呢 我确实是没有捡到龙灵 过问题也不大 龙弹是可以分解得到龙灵的 拿走龙弹 达成成就 下一时代 兄弟们 目前我的经验等级 接近于800级 现在咱们立马回家 制作龙灵灵 然后给我这把泰拉之刃 开始覆摸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